好,各位骑友大家好 那这晚骑是今天3月4号下午进行的西南王赛大抢战 由黑方柯杰对战白方刘宇航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那在上午呢,柯杰和李轩豪的那盘骑16强赛也是下得非常的精彩 可以说在这种快骑上面 柯杰现在还是独一档的存在 就是非常的犀利 那我们来看这番棋,这番棋柯杰开局还是使用他所偏爱的这个 错角木无忧角的布局 这样的话白棋在高挂,黑棋走一个拖腿定式 两个角铁定在手了 白棋碰一个,黑棋扳,白棋长 接下来如果说黑棋往下立的话 外面是个软头啊,就以后白棋拐头先手再拆 右边就连成一片了 实战的黑棋往外压比较大局的一个下法 白棋跳出,黑棋再长 之后白棋贴住 这个棋呢,黑棋当然也可以回过头去再把这个角控拿到手啊 先冲一个再立 然后白棋呢也就不会再补断了 这两颗子小了 白棋还是会跳一个扩张右边 实战科捷往这里掉一个 这个就是让白棋不舒服 那你要是再去右边围呢,围得很扁 然后以后外面这里的制空拳还是黑棋的 有扳头吗 所以说白棋跳出,反击也是必然 黑棋跳下去作战 白棋右上角搬 黑棋冲完之后断先手 白棋沾上,黑棋联络 那上面就看怎么定型了 白棋如果说打持在33这个位置呢 就比较普通 打持完之后黑棋沾 白棋振得先手 再把右下给逃跑 这样的话黑棋逃跑这一块 白棋两边分别处理 也不难,跟着往前跳就行了 实战呢 白棋断打在外面就稍微复杂一点了 这个地方黑棋当然不会反打 让白棋体调这么舒服的 这个黑棋的棋型还有缺陷 还得再跳方补棋 所以说黑棋长 白棋冲出来 接下来黑棋跳出 白棋二路爬 黑棋立 这个都是必然的下法 白棋长一个 黑棋拐头 这里白棋只能 乖乖的去做活 你不要想着去吃黑棋 比如说你盖头 这个地方是盖不住的 黑棋马上就可以顶断 你要挡住的话 你直接完了 被黑棋挖沾之后 你补右边直接断打 断打完之后顶住 快棋杀白棋 脚上你还得再补 你要是在这抵抗 先挖一个 挖完之后收气 然后再挡住的话 那黑棋就提掉 提掉之后给你开截 开截之后 黑棋这个往外搬 也是一枚本身截 等白棋断的时候 黑棋再提过来 接下来白棋没有截材 你走什么 我就把这个截给削掉 然后你脚上还牵一手棋 外面也是这个 千疮百孔的 所以说这个棋 白棋只能老老实实做活 不要想其他的 黑棋往上面爬 白棋长 然后黑棋小间逃跑 这个地方出头的话呢 黑棋也不要贪图 这个出头的速度啊 比如说想跳一个 是吧 跑得更快 然后又威胁上面 那这个棋 由于气景的原因 所以说 联络是有问题的 白棋有这个挖 挖的话 黑棋打吃 白棋再挖 连续两手挖 就把黑棋给挖死了 你打吃的话 我就断打 提掉 粘上也行 上面先打也行 你再提 我再打 接不归 这样黑棋铁定不行 那挖的话 如果说黑棋反手 先挖呢 也不行 先挖呢 白棋上面断打 你两口气啊 只能粘 粘的话白棋再一粘 还是两口气 尝不出气 直接就憋死在里面了 所以说这个棋 要不然就并着 这样去逃跑 要不然就小心 实战白棋往上面跳 这个是一个局部手机 黑棋立下去正解 不要去冲完之后 这个断肯定不行 断的话 被反冲一手崩溃了 挡住的话 白棋冲完之后 再打这个太爽了 外面虎一个 你黑棋还是得去做火 白棋外面全部包扎 所以说这个棋直接立 立完之后呢 马上右上角要冲破眼 所以说白棋立下去做火 双方各自活棋 黑棋压过来 白棋跳出 接下来黑棋飞 这也是必然的 白棋往前冲 冲完之后 怎么出头 就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 靠出是一种方法 靠出就要想黑棋 挖断之后的这个变化 白棋呢 有这种夹 因为黑棋冲不断 这边有断打 双打吃 黑棋打的话 白棋长一个 粘上白棋 可以从这个中间穿出来 但是穿出来没什么用啊 右边这个尾巴 你这个要被黑棋给斩断了 这个点刺完之后 再一冲 棋筋要掉 再冲再挡 断打粘上 你这个棋 那白棋显然不行 这个右边被吃通了 右下角也得陪葬 所以说 这个棋还是不要靠出 直接扳 扳的话呢 主要是黑棋这个时候 也不太敢断 断的话 白棋断打完之后 这个打吃 你黑棋要是跟我开结 那我欢迎 是吧 你要是这样拐打 那我直接断上去 跟你打这个结 打这个结的话 白棋的本身结 可以说是取之不尽 用之不解 那这个肯定是打不过的 而且这个结 一旦打赢 白棋右下的这个负担 也就瞬间消除了 所以说黑棋 还是要贴住补一手 把这个气 以及联络补一补 白棋粘是个先手 上面有这个挖完之后 断打打直接不归 黑棋双 白棋虎一个 先手补断 不过这个也是够俗的 把黑棋外面撞后 接下来 在白棋面前呢 也是一个问题 就是敢不敢 去跟黑棋对杀 你要是这样断打 沾上的话 黑棋可以直接外面包围 这样白棋难受了 因为像这种长的话 你还要 首先防止黑棋 这样贴住跟你对杀 白棋的气 看上去也不乐观 除此之外呢 外面这里飞风 以后白棋也不太能扛得住 这个棋外面搞不好 也得死 所以说 这个棋跟黑棋 就这样杀的话 白棋没什么把握 那如果说白棋先逃跑 逃跑中间 黑棋右边再补一道 基本上白棋也就死在里面了 这样白棋也不要说 这个外面可以包扎 走这个大局路线 这个都是骗自己 你先送一个大肥脚给黑棋 然后你再去 这个拼 能不能杀黑棋外面这一块 这个纯属就是找麻烦 这个肯定不行 而且杀也不太好杀 毕竟白棋上面也不活 所以说这个白棋要弃掉右下的话 也不但弃的这么大 实战白棋就打吃 沾上 选择比较稳的一个定型 当然这个白棋选择妥协 黑棋不一定答应 这个地方AI有个推荐 是黑棋断在外面 这个吃的更大 白棋跳出黑棋城 就要把你这个右下角给全部杀掉 你中间逃跑的话 黑棋也跑 右边这个地方 白棋也掀起不了什么波澜 这个 比如说二路脚尖 火一个黑棋就拐住 这个里面对杀怎么看 都是白棋更为勉强一点 所以说黑棋可以考虑断在外面 实战 柯杰就直接吃在里面了 觉得这个吃的还不错 而且这样味道更好 白棋尝一个黑棋冲 再顶住 这个时候黑棋不要随手挡 这个被白棋搬下来 底下还是个软头 这里被白棋走的太厚了 所以说即使脚上留有一些味道 也要挺头 这个是必然的 白棋冲黑棋断 以后这个底下有二路冲断的借用 接下来白棋跳出 黑棋再往中间大跳 那总来说 走到这儿呢 看胜率来讲的话 也是一个军事的局面 看上去白棋 右下棋了不少木树 但是接下来的这个话语权 就在于白棋了 首先白棋中间大龙 已经差不多成功至孤了 然后黑棋这块不活的话呢 白棋先动手 白棋马上就靠着你下 这个意图也非常的明显 就是一边进攻 一边就把这个边控给他围住 那这个时候 AI的这个计算量真的是 非常的让人钦佩 就是这个立方普通敌感 要不然就是长 像实战一样 要不然就两边搬反击 AI的这个一选 居然是黑棋穿过来 这个棋确实 我们在跟着摆到后续的 这个变化图之后 就能理解其中的奥义了 首先呢 他的目的就是第一个分段 你白棋要这样随便冲 我就连回 这样的话 你这两颗子也要被黑棋反攻 所以说白棋也不敢乱冲 上面呢 白棋不活 你要是靠出做根据地的话 那黑棋搬 我们要注意上面这个地方 就是白棋有这手靠的先手 跟黑棋搬做交换之后 然后黑棋这个冲断 其实就冲不出来了 这个是一个关键的点 然后白棋靠完之后 右上这个地方 就可以冲完之后 一路飞去杀黑棋了 因为黑棋冲一手 再冲冲不出来 白棋打持先手 黑棋沾白棋可以补断 这样的话呢 这个黑棋脚上局部不活 不过这样下之所以是AI的 这个一选的这个推荐啊 主要就是黑棋如果说能成功弃掉右上角 然后把这个 比如说白棋外面啊 一圈一圈的全部给爆炸 造成一个收器吃的话 其实黑棋的损失是非常有限的 但是黑棋外面孤棋就变后势 然后把白棋上方的这个潜力成功的打消 这个是远超右上角的价值的 所以说这个整体黑棋的构思 那这手穿真的是非常的犀利 不过实战黑棋没有下出来啊 黑棋就这样成 这个就比较普通了 白棋就贴着走啊 这样双方就继续这样推过去 这个棋走完之后 黑棋点33 白棋挡住之后 飞一个 然后不得不说 柯杰的这个棋感啊 确实还是非常的这个厉害啊 这个还是能走到这一点 但是时机不太对 现在走到这儿的话呢 白棋外面这一路推过来之后 已经非常厚了 那实战白棋就可以冲了 冲完之后上面粘先手 因为脚上马上要杀棋啊 黑棋要补 白棋马上拆回去就可以 把边空全部围成了 所以说虽然这个棋感是非常不错的 但是时机没有把握对 实战白棋拆在这个上面 拆二太扁了 这个棋应该走在这儿去围空 这个差一路胜率也是差不少 因为你走在这儿 看上去围的非常的稳健啊 但是黑棋靠上去还有搜刮 这个白棋非常头疼的 怎么补都不舒服 比如说你长一个 黑棋双一个 你搬 虽然说可以这样度过 但是已经从一路连滚带爬的回家 这个空已经围的很小了 实战白棋搬在上面的话 以后黑棋还有这一虎 虎一个之后还可以再往里冲 这个棋不仅是木树便宜 而且节财还不少 就是说白棋在这个地方的处理 有瑕疵 直战黑棋靠完之后 左上脚顶住啊 然后再扳 这个棋真的是 只能说AI非常的严格 就不禁想到了柯杰之前跟深圳旭的一场比赛 也是在一个好像就是在左上角这个地方点脚 然后也是一个什么地方 就感觉那盘棋也是基本上没什么恶手啊 但是就是在点脚 这个是连续爬还是说这个扳的地方 这样的胜率 然后之后那盘棋就不停的这个被掌控之中 那这盘棋也是出现了这个问题啊 那盘棋是要顶断 这盘棋也是如出一辙 这个地方AI的建议呢 要不然黑棋顶断 要不然就是从这儿搬 搬完之后白棋断之后 黑棋把脚给弃掉 这个神仙招法真的是很难想到 就是居然是把脚给弃掉 然后取外面的这个外势 我们就欣赏一下AI的这个神仙操作 然后把外面走后之后呢 再去强占底下的这个大场 这个是AI不降胜率的一个下法 这个棋真的是很难想到 一般来说都已经点脚了 都多爬一下了 那还不去活吗 实战黑棋有火量 但从这个活脚之后啊 这个黑棋的胜率就断崖式下降 白棋先往中间飞 压缩黑棋的眼位 那黑棋这个不要看大龙很长啊 但是都不活 所以说黑棋飞出来 白棋左上角搬 搬完之后黑棋断打 完之后再打持 白棋反打 黑棋提 再打 走了一个这个定型之后 很明显啊 黑棋这个结 现在来不及去补 然后中间大龙又得逃跑 而且这个棋薄得很 被白棋中间飞刺之后 黑棋还只能单关联络 再被白棋跳刺之后 黑棋只能非常笨重的这样连回 白棋再踢结 这个棋黑棋难受 这个结还放在这儿是个隐患 大龙也不活 头疼 不得不说 这个刘宇航的棋确实也是非常厉害 之前在这个 也给大家讲过 就是一些往棋 之前在这个下往棋的时候 能在几天之内啊 连续串烧这个 深圳续和朴凌桓 而且是赢了好几盘 确实这个棋也是非常的强力 那我们来继续往下看 黑棋往中间飞 那不管怎么说 还得先出头再说啊 反过来再威胁白棋右边的后视 白棋底下跳了一个 黑棋再往里面去钻 白棋贴住啊 全部连成一片 这样的话白棋全盘都挺厚 下手棋黑棋飞在这儿啊 这个棋我们可以来对比一下 AI的一选 以及黑棋的这手棋 差在哪里 AI的一选呢 是黑棋继续飞进去啊 这个棋真的是 非常的勇啊 在自己的这个连续小飞 已经破破烂烂的情况下 还要继续往里飞 这个也不怕白棋夸的 那这手棋的精髓在哪里呢 就是底下黑棋冲完之后再冲 可以让白棋的气啊 迅速变紧 长一个白棋站 这两手棋交换之后 就相当于底下这个打 以后是个先手啊 就是脚上已经全部联络完整了 把这个味道全部补好 而且黑棋可以先保留 先把这个底下的点次给走到 这样的话白棋还是气紧 就有点寸步难行的感觉 黑棋通过这个非常精妙的气子 然后把周围全部包扎 这个是局部最强的一个下方 不过在这几个比较关键的地方 AI的推荐确实太难想到了 实战黑棋飞一个也无可厚非 把自己的这个联络全部补好 白棋底下冲断啊 这个时候白棋来了 脚上这个肯定不能再让白棋 尝进去啊 这个如果说黑棋站的话 以后白棋出棋 比如说这种力啊 力掉之后黑棋怎么补 你随便打持呢 上面的各种手段全部来了 所以说黑棋还是要打在里面 打在里面之后白棋断打之后再爬 这个地方黑棋不要去吃子啊 这个地方吃两颗子 这个被白棋先手包扎 这个是血亏的 因为现在有更大的地方 所以说这里已经算是定型了 接下来黑棋踢结 没办法 左上这个结不能不管 你要是现在去点在三 白棋马上就断打开击 而且左下点脚的话 刚好给白棋制造出一个结材库 这个地方白棋随便怎么走都是结材 这个结如果说黑棋被白棋打爆的话 那左上角都得死 这个扛不住 所以说黑棋还是要提结 把这个定时炸弹给摘掉 白棋搬一个再提结 黑棋上面搬找本身结 白棋再提 黑棋再提 白棋右上尖顶提结 黑棋冲一个再提 白棋这个冲就当受关了 提结 黑棋上面虎一个 所以说这个地方也能看出来 刚才白棋这个三路柴尔不太好 这个又被黑棋压缩控 又当做结材 然后再提结 白棋右上点 提过来 黑棋这个时候还是回到左下点三三 但是其实跟刚才这个情况是一样的 黑棋点脚 白棋现在还是应该左上断打去开结 你点进来的话 其实也就这个没什么问题啊 开结之后 白棋中间还有结材再提 黑棋虽然说上面的结材也多 但是白棋相当于有两个结材库啊 一个是右边 这个地方利用三颗死子 在里面做文章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左下 这里挡住之后以后 不管是长斑啊 都是结材 两个结材库的这个结材加起来 怎么说也能超过黑棋 所以说这个时候黑棋点脚啊 就给了白棋这个打结的绝好的这个机会啊 实战白棋就居然就跟着硬啊 而且这个棋不应该去飞 我们都知道这个打结 打结的这个时候啊 就最怕是对手在这边造结材 然后让你的这个棋越来越薄 气越来越紧 那让对手的这个结材就会变得越多 所以说对于左下这里的定型 AI给出的建议也是白棋单长就可以了 就不给黑棋制造出任何这种断点的机会啊 我就把气全部尝出去 稍微损一点空都没关系啊 就是白棋必须得全部连得像铁一样的才行 然后就可以确保左上的这个结材能打印 实战白棋飞 还嫌这个局势不够乱啊 然后柯杰抓住机会直接顶段 从这里开始这个局势就要慢慢的翻盘了 刚才一直到中间的战斗 白棋的胜率一直都曾经达到过九十几啊 但是现在很难说了 那接下来的话白棋总该去开截了 这个时候左上角断打也是一个好的时机 黑棋提截之后 白棋除了中间的这个截材 刚才我们讲到 左下如果说黑棋去吃棋 那白棋直接可以把截先销掉 左上的这个木鼠多实惠啊 还连同着这个边控啊 以后都是白棋的后续收益 底下这个地方 黑棋要想吃棋的话呢 还吃不干净啊 而且AI判断就是 就算白棋外面这里搜刮一下 让黑棋围住 白棋也优势 何况白棋还有这个打出去这个在里面搞事情的权利 这个也不一定就能尽杀 实战白棋就更任意啊 这个棋呢 黑棋二路搬战 先把脚活掉 白棋还要再碰 碰完之后黑棋顶住 其实就算白棋在这个地方出现了输呢 仍然是白棋好下啊 这个棋不管怎么说还是应该挺头 挺头之后断 那黑棋得补 然后白棋就往中间打吃 就是什么意思呢 左下角可以把这点目鼠让给黑棋 甚至于左边这个结都可以让给黑棋 我就往底下这样找结材 然后先手包扎 比如说这里沾之后 那黑棋五颗子两口气 你要想杀只有双打吃 双打吃之后提掉 让白棋这里也先手拔花 变后 然后白棋就左边这里补一补 这样定型的话 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啊 就是 左下角黑棋获利了 左边这个结 扛住白棋的这一关 也获利了 但是我们突然发现 黑棋中间大龙怎么办 白棋底下拔花 彻底断掉黑棋这里的联络 左边白棋挺头 也断开了黑棋的联络 而且这个地方 黑棋还不敢随便去紧气啊 这个地方如果跳出来 随便紧气 以后白棋补一补的话 底下这个往四路一虎 黑棋也吃不消啊 这个木树太大了 先手这个便宜 关键是黑棋中间大龙还不活 所以说这个地方 白棋可以找的这个头绪是非常多的啊 走上这个断打是一个这个机会 这里挺头 气掉左下角去杀黑棋中间大龙 也是个机会 但是白棋偏偏都没有把握住 选择了一个 就是最糟AI嫌弃的这个 造反啊 就是往底下去承 黑棋搬 然后白棋虎一个 就等于说满足于这里去唯控了 那黑棋贴住之后打持 先手再沾上 白棋左边搬完之后 底下 挑回 白棋的这个棋下的 只能说太过于有这个优势意识了 或者说这个就没什么胆量在左上角去开这个棋 这个棋下的又有优势意识 又下的过于的安逸 那这个棋就很容易被翻 接下来 柯杰就吹响了反击的号角 先把这个棋一提 白棋右边靠进来 找结材 黑棋单退 白棋再搬 接下来呢 柯杰可能也是有一点判断上的失误 认为这个棋好像左下也获利了 左边这个棋也可以现在去沾了 觉得这个形势不错 但是AI不这样觉得 觉得这个黑棋现在捞回来的这个 差距还不够 这个时候应该继续乘胜追击 点过来之后搬下来 就要吃白棋这个尾巴 白棋如果说就这样断上去 断打 从一路渡过的话 黑棋已经便宜了 再去沾这个节 而且已经对白棋的这个眼位 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白棋沾哪边 黑棋还可以另外一边断 等于说白棋现在左边 整块棋想活棋 就必须要把这个棋给打赢 变成一个打结活了 那黑棋肯定要比实战好不少 实战黑棋沾上 双方在这个地方判断都非常的有意思 都觉得自己的局势不错 然后白棋沾上 那这个棋要拼关子 黑棋先往底下冲一手 冲完之后左边要露点 这个是AI的推荐 这个棋不错 柯杰在这个地方开始发力 挖一个白棋断打黑棋成 然后这个棋刘宇航确实是 要不然就快棋来不及判断 要不然就判断有问题 这个时候白棋不管怎么说 应该去一路打 然后黑棋断打上来的时候 这个尾巴绝对不能轻言放弃 一定要去跟黑棋拼这个节 然后利用白棋右边的这个节财库 去跟黑棋抵抗 因为右边节财多 所以说这个节基本上十拿九稳 所以说这个棋不知道为什么 实战白棋选择这个打赤 就把尾巴就这样给弃掉了 然后再去底下收关 这样的话变成一盘细棋了 黑棋左边跳刺破眼 那白棋最裸花只能单关联络 之后黑棋往中也团住 这个团住不是单关 这个是捕雷手棋 你要是不走的话 白棋有这种尖刺 你要沾 沾的话白棋这个挤是先手 这样的话上面这个尾巴要被吃 所以说黑棋先沾上 也是把这个尾巴给联络 接下来白棋左上二路打拔 黑棋往上面冲 冲完之后底下再打吃 其实这手棋黑棋随手了 这个打不到 黑棋要收关的话 应该直接往左上去立 先打的话 这个棋很难判断 到底柯杰是判断失误 还是说给对手就迷惑一下 因为像这种快棋 跟慢棋是不一样的 快棋有的时候 就有一种策略 比如说我们明知道 有一手棋 这手棋下的 不应该这样下 应该走不到的 但是我们如果说 能拿捏住对手的心理 认为对手这个地方 判断不清楚 我们就可以拼一把 如果说比如说像实战 白棋沾 那黑棋再立倒 这个明显就是先打 已经便宜到了 对吧 如果说你按照正常的 这个走法 先去一路立 那很有可能 以后这个打就不是先手 你有可能打不到 所以说这个地方 其实也是双方在心理上的 一个博弈 以及这个价值上的判断 实战科捷不就成功了吗 这个地方白棋不应该站 应该怎么办呢 应该回到左上角去断 断完之后 黑棋打持 白棋扑进去再扑 就跟黑棋打这个结 因为这个结 关系到脚上的死活 非常的大 白棋再把右边 这个结材裤给翻出来 去跟黑棋打这个结 就一定要逼着黑棋提回去 然后呢 白棋可以再提 逼着黑棋两眼做活 白棋再去沾几下 那上面明显就是雪砖 实战白棋沾 我们来盘点一下这个关子 明显是白棋的关子 收的不太行 这个地方就被黑棋给骗倒了 之后黑棋往上立 这个时候黑棋的胜率 慢慢的继续上升 白棋往中间冲一个 黑棋底下靠住 这个也是科捷所放出来的胜负手 如果说单纯的这样挡住的话 以后底下会被白棋走到 先靠压 白棋往左边冲进去呢 没有问题 黑棋扳 接下来白棋右边冲一手 也没问题 黑棋顶住 然后底下的这个关子 到底应该怎么收呢 白棋加来 这个冲又随手了 这个棋应该夹进去 夹进去的话 因为如果说黑棋要是敢断开 白棋可以打 黑棋要沾上的话 那白棋就可以断上来了 这个地方 黑棋断吃 白棋就可以反打 然后把这个尾巴全部给割掉 这个肯定是白棋 这个 赚了 那白棋夹的时候 黑棋不能断 只能沾 沾的话白棋沾上先手 这个是一个先手关子 把这个走完再走其他的也不迟 所以说应该夹进去 这个木树便宜 实战白棋冲一个 然后往底下去挖沾 又落了一个后手 这个地方插一个先后手 之后黑棋往上面顶住 白棋沾上 然后黑棋左上打吃 白棋 白棋底下假一手 黑棋联络 之后白棋单退 唯控 这个又来到了最终的胜负处的地方 这个时候还是一个非常细的棋 谁要是出现失误 谁就完了 那下一手 柯杰又使出了跟刚才这个 左下角打吃如出一辙的这个招数 又开始忽悠白棋了 这个地方 实战黑棋是往左上要冲的 其实这个棋应该先往底下沾 先往底下沾 然后白棋挡住 黑棋再往上面提 应该去这样说 实战的黑棋是先往上面去冲 其实这个棋应该走不到 底下的这个段吃 这个逆手关子是要大于上方的 这样的话 黑棋往上面去小间 白棋再双一个 还是一个半目胜负的这个局势 白棋应该去仗兽 实战白棋又被忽悠到了 这个地方又跟着黑棋走 被黑棋先手提掉这颗子 之后白棋挡住 然后黑棋又把这个底下的 先手关子给收掉 白棋挡住 那这两个地方 黑棋同时便宜 这样一下的话 一出一入 黑棋的胜率直接来到了90几 基本上就不可能再有任何的这个翻盘的剧情了 那接下来这个大局已定 就剩下一些小关子了 中间挖 冲一个打吃 上面再打这个节也没有打起来 白棋沾 黑棋提 之后这关子不讲了 反正也不影响胜负了 还有一个上面 上面黑棋断一下 白棋肯定要沾上 走到最撑啊 然后黑棋这个地方收关也是非常的细腻 利用这里收棋吃 又让白棋损了不少木数 这个地方最终得收棋 白棋挖完之后断 黑棋提 然后还是继续收 这边没棋啊 那最终这盘棋走到这个收担关的时候 白棋认输 继续走完的话 差不多就是黑棋赢三目半 好 那这盘棋也是相当的精彩 可以说前半段柯杰也是下的非常的吃力 这个特别是中间大龙以及左上角 这个被白棋分开之后 黑棋这个空也不太行 棋也比较薄 然后一直到了这个左下这里才出现转机 黑棋这手点三三呢 白棋应该果断的直接选择在左上去开截啊 实战白棋也是下的有点缩手缩脚的 就这个截一直不敢去开 然后跟着黑棋在底下定型 可能白棋认为局势不错啊 后面也是一再的退让 然后又连续的下出了这个关子上面的这个还手 然后被黑棋一通搜刮 最终实现逆转 好 那也是恭喜柯杰 今天又取得了两联胜啊 状态也是非常的不错 希望这个状态能继续保持下去 好 那这盘棋就给棋友们带到这里 希望大家看得过瘾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棋友们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